我不太理解你说演十分钟 演我知道有的同学说要演对吧 但是为什么是十分钟 我就不知道什么意思 你只是说思路要想十分钟 那是不是有点太久了呀 Facebook你就别要演了 就直接上来写代码好吧 好我们讲一下这条题 这个类这这类题目吧 就是说我们看一下slides 回头我会发这个slides 这条题呢最基本的原型呢 就是Facebook的经典题目 这条题的题库应该是来自于Facebook 对吧 前面有同学说谷歌也有对吧 电脑有点卡 谷歌也有对吧 然后呢提议我就不讲了 这条题呢就是说我们涉及到对吧 逻辑呢如果是rearrange rearrange的话 刚才那条开位题我就不讲了 回头代码里面有 就一个linear scan就可以做了 就是比较简单我就不说了 这条题呢今天这个同学呢 是用priority queue做的 我回头把那个代码也补一下吧 因为我这里slide没有写对吧 刚刚有同学问演的是不是说先分析或 可能就是先分析下思路对不对 但是这个看呢 我就是说你一定要表达清楚对吧 好吧 这个我先不讲了 然后这条题的最关键的思路呢 就是说你要找most frequent的character 对吧 然后呢 在maintain这个distance 对吧 因为你最高频的character 你需要保持那个间距end对不对 是吧 所以我们先要first deal with 这确实是个greedy的算法 对吧 greedy 对吧 狗家一般没原题吧 有同学在问是不是狗家 狗家也出 对就是说 反正大家不要特别在意这个题到底是哪家的 对吧 你都要会做 好吧 好吧 好 这条题就涉及到你到底是用26个字母呢 还是用map 我就说这个东西 除非面试团跟你很明确的讲是那个 我一般你用map 这里我们先看这条题目 就是说我这里是用array 用array 表示我们是26个字母 我这里先偷懒了用array 首先呢 也是跟同学一样的 我们先用他的count对吧 当我们把这个abcd 存组下来以后呢 我们实际上是 那个a应该对应的是3 b应该对应的是3 c出现了一次 d出现了两次 对吧 这个例子 好我们看一下 我们把它sort一下以后呢 我们把它sort一下以后呢 然后呢 那个3在这了 b的两个3在这 对吧 因为a和b对不对 然后还对应的是c和d 一个1一个是2 然后我们去算一下i i在这个位置 因为你高频的 i其实就是说对最高频的那个letter 我们把它放在一起 就a和b啊 因为你可能有多个 他们的频率是一样的 对不对 没没说只有一个最高频的 对不对 你可能有两个 可能有三个 对不对 而这个c25呢 指的就是这个高频的这个次数 对吧 比如这里3 对不对 啊 就是25 因为你总共26个字母 对吧 c25就表示最大的 最大对应的它的频率 对不对 好 刚才这个同学说的round 实际上对应的就是frame 就是frame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也看到了 对吧 就是说这里的n加1对应的就是一个frame 因为必须得用那个n加1 把它这个a和这个a之间中间必须得有 这个a和这个a之间呢 记住啊 这个a和这个a 这个a是最高频的 对不对 所以最高频的两个a之间应该是有n个 间隔 对不对 然后呢 所以呢 这个frame呢 如果我们把这个叫做一个frame的话 那么这里的话应该是n加1个 那么剩下的不高频呢 我们就往剩下的空格里面放 对不对 我们先把最高频的往里面放 先把a放这儿 a放这儿 然后呢 b放这儿 b放这儿 对不对 啊 我们看一下 那剩下的那个c和d就剩下的里面塞了 对不对 就就往那个这里面塞了 对吧 就往这边塞 那么有 你会发现啊 就是说 我先说一下这个公式啊 有同学在说有公式 对吧 他今天第二个同学实际上想说这个公式 我知道 对吧 他想说这个公式 对不对 这公式怎么算呢 我都会讲啊 大家要注意一下 就是说你可能 你的公式算下来的话是8 但是他总共有9个 对不对 啊 他总共可能 他至少要9个嘛 你总共有9个 你 你这个算法可能就 不是最优的 对吧 因为 因为他忽略了 我们说一下这个frame 倒怎么回事啊 就是说 首先他这里是最后的一个frame啊 我们看最后的frame 因为我们把最高频的都一次往这边放 对吧 A 然后B 对吧 然后那最后的frame有多大呢 实际上就是这里有多少个 那这里有两个 对不对 这个C25解决RI 实际上就是算了有多少个 有几个最高频的 那这里有两个 对吧 就是A和B 实际上他说这个A和B应该是两个 对不对 啊 就是这个last frame 就最后一个frame啊 他的lens不算的话 如果你的input是 A A 三个A 三个B的话 你的output应该是 3加3 加2 对不对 因为这里不需要再放了 对吧 所以这个 这个input 它的输出应该是8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再加一个D的话 这里会有个D 你还是8 你还是8 对不对 因为 这里还是两个 对不对 你D填在这里 如果你再增加个D的话 你这里还是8 对吧 还是8 但我们说如果你再加个C的话 就变久了 对吧 因为你还得放这 所以呢 你看 如果我这里是三个D的话 对吧 那你就这里 这里实际上三个D的话 你这个算出来的话 你有三个最高频的 你这里应该是3 对吧 三个最高频的 所以这个公式这样 就是首先呢 我是算 那个 C25-1 这表示有多少个frame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说我们 这个frame 最后一个frame 不算的 对不对 最后frame 是不算的 所以我们是先把 那个前面 少一个的frame 有多少个frame 对不对 有多少个frame 然后呢 每个frame是N加1 再加上最后一个frame的lens 这个数学算法 是这样算的 我估计最后一个同学 也是想说这个东西 那么 我们看一下 那要题呢 今天问的同学 第一个呢 是问这个问题 对吧 就是说给你一个task 就是说 比如说1 2 我刚刚用的是ab 对不对 用1 2也可以 对吧 那问他最后 多少秒 对吧 那如果要把你 这个一样的思路 对吧 就是说也是frequent的 那我们如果要把它打出来 我们用map怎么做 你用map 去存它的frequency 这个你看 就是用getoutdefault 对吧 希望你用我这个写法 这样快 getoutdefault 对吧 这样就一行解决了 对吧 首先产生它那个frequency的map 对不对 frequency map 然后呢 我们接下来 其实就是说 要去找 最大的frequency的 那个 我们实际上 大家思路也知道 我们每次都是去找 那个最大的frequency的character 对吧 假设这个辅助函数呢 返回给我们 下一个 频率最高的 那个letter 假设 我们看一下 首先呢 我们要找的时候呢 首先它的那个出现次数呢 应该是最大的 对吧 刚刚这个逻辑 然后呢 它我们这个file的这个map 回头我会讲 就是 是你这个 这个character 这个letter 它那个file的index 应该是 哪个以上的 回头我们再说 这样看 我们这样看 这个逻辑 我们做了一个linear scan 对不对 linear scan 然后我们在那个count里面去 我们在那个count里面去找 这个candidate 那个letter 如果找不到的话 我们就给了emptystream 这也是我们答应要的 对不对 我们就放emptystream 找不到 对不对 那如果我们找到的话 说明我们已经干掉一个lens了 对吧 所以我们这个for loop呢 是表示这个lens呢 总共大于0 对吧 有总共多少个 对吧 这里不 这里就不是priority queue了 我们就直接用map解决了 好 我们玩玩看 这里呢 就是说我们去看它的frequency 这个时候 它的frequency 应该减掉一个 因为我们把刚才对应这个 这个 这个letter 把这个 它对应的这个 给 这个candidate 我们准备把它 放到我们的那个result里面 sb里面对吧 所以我们应该把它frequency减1 如果这个frequency呢 等于0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从我们的map里面删掉了 不然的话 我们就更新我们的map 对不对 好 这里就是个filet是怎么来的 那这里大家注意到 我们是把这candidate 加到我们的那个sb里面去了 对吧 你这行挪到上面也可以 这里主要这个filet 表示这个candidate 下一次 因为我们把这个candidate 已经使用了 对不对 所以这candidate 下一个出现的index 应该是在 当前这个index 再加上k 再加上1 对吧 这个index 我们用图走一遍 我们再图走一遍 就比如说 你现在是这个map 是a等于3 b等于3 k等于2 现在这个filet 这个map是empty的 然后index还在这 index在这0这里 对吧 这个时候我们去选candidate 我们选出来什么 我们是选candidate 我们是从这个map里面找 对不对 我们找到最大的 应该是这个a 对不对 我们找到频率最大的是a 然后我们把a拿出来以后 那个a的count是不是-1了 我们把a放这里以后 a的count是不是变成2了 而这个filet 这个filet是指a的下一个filet index应该是在这里 0 1 2 3 那么a应该出现在3这个位置 就是a 下次要放的话 大家你看 因为我把a放在这里了 下一个a要放的话 是不是要放在 至少要放在3这里 对不对 这就是filet的来历 好吧 然后我们再往下走 这个时候呢 在我们的index指向1这里 指向1这里的话 我们找最大的 因为a只有两次 b有三次 那么我们最大的肯定是b 对不对 而这时候filet里面没有b 对不对 那么我们的candidate就是b 好我们把b放在这里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map的b也要减1 对吧 b等于2了 然后呢 这个时候valid的这个b对应的index应该是哪 b现在至少要出现在这里了 对不对 因为b这里有b了 对吧 那隔 隔两个应该b应该出现在这里了 对吧 所以b对应的index应该是4 对不对 好 这个index 现在index是2 我们能放哪个呢 它选出来的可能是a或者b 这两个现在的frequency是一样高的 对不对 但是他们的filet一个是3一个是4 而这个是2 对不对 这个是2 所以它这个2是empty space 对不对 所以这里是产生的empty space 好 这里是一样的 这个时候当index等于3的时候 它又在这里面选 它选出来a 比如说a是能够满足这个filet的index的 所以我们把a放这里 这个时候a也减1 a的count也要减1 然后a的下一个filet的index应该是6了 对吧 大家看到 因为我们在a这里放了 所以这里是应该是6了 b不变 对吧 b没有变 好 这个时候a已经减1了 这个时候我们这个index在这儿 对不对 对应的是4 那b的话现在是2 对不对 b对应的count是2 b是不是应该也要减1了 b是可以的 因为b这个4是满足它这个failure的应该是4 对吧 这里可能打错了 这里应该是b 这个写错了 这个应该是b 然后的话 就返回这个 对吧 所以这个最后答案是这样的 好吧 这里的话再说一下 这道题呢 离子构上有另外的变种呢 思路是一样的 一模一样 这道题呢 叫rearrange string k distance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你怎么的rearrange变成k 这个也是 几乎一模一样的代码 就回头我也会给大家 就是说 一模思路一模一样 就没什么区别 那么我讲一下 就是说这个task scheduler呢 实际上它的衍生有很多 就是说 其实task scheduler 这个东西挖得很深的 就是说你看那个多线程吧 假如说就是 LinkeIn有一道经典的 那个多线程的解法 就是 就是题目吧 就是让你设计一个scheduler 这个scheduler呢 它为了让你完成 我稍微扯一下这个相关的 就是说一下相关的 就是说这道题呢 是多线程也可以考 就让你设计一个scheduler 对 让你设计一个scheduler 可以规定它 几秒以后 给它一个delay 给它个delay 就给它个fixed delay 说几秒以后 可以跑这个task 这经常我们要做的 对吧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就让你设计 这么scheduler 对吧 你怎么完成它 对吧 这个scheduler的interface 应该是schedule 一个roundable的 这个是被跑的 对吧 这是多少delay 这个是timeunit 对吧 那么 这道题如果放到 系统设计来说呢 这个又可能 就是说你怎么做 这个大家知不知道 Kubernetes啊 就是那个谷歌开源的 那个k8s 对不对 它里面有scheduler 它干嘛呢 就是说 它底层呢 可能这里有个scheduler 这是它的master controller 它有一个个的 这有个master 对吧 这是k8s的cluster 然后这里它有六台机器 对不对 这是它的vmpool 这是它机器的pool 对不对 这个scheduler干什么呢 它做resource allocation 就是说当你有个request过来 比如说我要做什么事 这个task应该在哪台机器上 你这里有三个选择 对不对 你应该在哪台机器上跑 这就设计到系统设计了 对不对 就是说 这个resource呢 因为你要根据它的resource 你这个机器 它的cpu现在使用多少 有的机器比较忙 有的机器比较闲 对不对 它的cpu memory 有的机器配置比较高 有的机器配置比较低 对不对 你怎么去schedule这个task 对吧 而且你的task本身也有大的和小的 对不对 是不是 就你怎么去做resource allocation 这个我们秋季班 我们花长达两节课的时间会去讲 对吧 我们会用两节课 一个是讲多线程的 一个是讲系统设计的 我们会去讲这个事 就秋季班的 顺便提一下 像我去年那个大弟子的话 它现在在谷歌 它就是在cupernates的组里面 就是做这个scheduler这块 这块很有研究 就是它现在google cloud google cloud 那个组里面的话 那个cupernates 它现在就是做这个scheduler这块 就是说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 就这里面可以挖得很深 对 系统设计 对 它转组了 对 它转组了 去google cloud 然后 它现在就是做cupernates里面 那个scheduler这块 其实 其实还挺有意思的 这块 就是resource allocation 对不对 好吧 对 cupernates应该是当前开 最开源软件里面 系统里面是最火的 啊 number one 好吧 好的 那今天就到这吧 好吧 啊 嗯 什么真的假的呀 第一个 不要 被你啊 都不会